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62集 正如秦陵所说 此去机关山路途凶险 最重要的是 张凡对于他们根本不了解 又凭什么要和他们合作呢 看着张凡众人离开的背影 秦陵的脸上浮显出了一抹怒涩 他埋怨到 老师 我就说这小子不是抬举 你偏偏让我主动搭讪的 你看现在啊 没打着狐狸 还弄了一身的骚呢 行了 别说这些没用的 咱们去那栋楼看看吧 眼眸深邃的中年男子 若有所思地盯着张凡几人的背影 缓缓地说道 五人离开这个破败的农家院 回到了他们的住所 全部都汇集在张凡的房间里面 今天咱们可谓是义无所获 明天进山就要更加小心了 张凡扫看了众人一眼 众人也都是纷纷点头 他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如果没什么问题 就得回去早些休息 为明天的行动养精蓄锐了 咱们一开始 便认为被秦陵称作老师的中年男人不简单 记住啊我并未从他身上看出什么门道来 不过就在刚刚我从他的身上发现了一些问题 听到孙唐这话 众人瞬间把目光投降了他了 哦发现了什么问题 那中年男子不仅是一名道士 还是一名念师 念师 众人心头都是微微的一阵 所谓念师 乃是靠念力控制生物精神的一种职业 他们可以靠着念力凝聚念符 把这些念符打入生物体内 再以念力对生物进行控制 念师是极为可怕的 因为他们可以控制人的精神 杀人与无形 是这样啊 那咱们离他们远一些 以免遭遇那人毒手 张凡说罢 众人微微点头 而后便纷纷离开了张凡和方浩明的房间 到各自房间里面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 张凡五人早早醒来 整理好了行装 到农家院餐厅里面吃了早餐 便进了机关山北侧的树林 他们朝着机关山的方向走了一个小时时间 期间一切都很正常 就在他们想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树林里响起了两个男人的声音 张凡几人互相对视一眼 便朝着生源的方向走去 便看到了两名三十左右的男子 其中一人留着长发 这长发扎起了一个道脚的发树 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灰色 有些发旧的道袍 而另外一个人替着简单的寸头 穿着一身比较现代的休闲装 张凡两人 到了距离他们不足三米的地方 两人缓缓抬头 看向张凡众人 当即他们闭口不言 不再说话了 那身穿道袍的长发男子 脚踝部位受了伤了 缠着白色的纱布 那寸头男子 正在为长发男子 截着纱布呢 虽然两人不再说话 但手中动作 却并没有停 张凡看着寸头男子 将长发男子 脚踝部位的纱布拿掉 露出了一个 小孩子拳头大小的伤口 那伤口 像是被力气挖取了 一块肉一半 并且 整个伤口均是呈现了灰黑之色 其上 更是散发出了一丝丝腥臭的味道 这一看 便是中了剧毒 这是 被狮鳖咬了 张凡直接开口询问 男子中了剧毒 而且 在伤口位置 弥散着非常强烈的湿气 这是狮鳖咬过的症状 狮鳖 乃是一些昆虫 食用腐蚀之后 受到湿气影响 进化成的新物种 昆虫彻底转化成识别之后 便会只吃尸体 也正是因此 在腐蚀长期滋养下 那些识别的毒性 也会变得越来越强的 听了张凡的话 长发男子和寸头男子 互相对视一眼 而后 重重地点了点头 接着 那长发男子 便把手中的金疮药药粉 撒在了被咬伤的创口上 这金疮药对于毒素 没有任何作用 你若再不找到解毒之法 恐怕 你坚持不到 走出这个林子 张凡直言不讳 金疮药 主要是让伤口愈合 对于毒素 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识别的毒素 已经扩散到 长发男子的血脉里 他的脸上 也浮现出了 一抹灰黑之色来 不出两个小时 他便会一命呜呼了 两人看了一眼张凡 重重地叹歇了一声 长发男子说道 唉 我们也知道 这金疮药对于毒素 很可能没有用 但是 我们只有这一种药了 也没有别的东西 用金疮药 伏伏伤口 也算是一种心理慰藉吧 你们 是从机关山里面出来的 我们并未真正进入机关山 走到进入机关山的洞穴里 便已经受了重伤 便出来了 说着 长发男子 又把目光投向了身边 一个装着非常满的布袋 有些惋惜地说 还害我兄弟 打上了一条命啊 张凡看了看布袋 布袋之上 也是充斥着石器 看来 这长发男子说的兄弟 也应当是被识别给咬死了 不过 这布袋有些小 也就像是一个小面袋一样 怎么着 也装不下一具尸体 不过 张凡也并未究竭这个问题 他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开口又问 你们不是没有真正进入机关山吗 没见到墓葬 又怎么会有识别啊 从机关山上入口为止 进入其中之后 有一条长长的涌道 这涌道里面摆满了棺材 我们出于好奇 想看看棺材里面装的是什么 便打开了一根 但是谁能想到 当我们开关的那一刻 打量识别 就从里面涌了出来 我这兄弟在我前面 他被识别瞬间给覆盖咬死了 也正是因为他挡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才有幸逃了出来 不过 我还是被识别给咬了 这袋子里面装的 并非是我那兄弟的全尸 仅仅是一条保存完好的腿罢了 长发男子说罢 再次的叹息了一声 张凡挺了 微微点了点头 好 对了 那这一路 你没有碰到过毒气 还有沼泽吗 毒气和沼泽倒是没有碰到 但是这识别比毒气和沼泽更厉害啊 沾上就得死 洞口往内延伸的涌道里面 有十数个棺材 我估计 这十几个棺材里应该都是识别 唉 我们兄弟俩是出于好奇打开了 不过 我感觉即便我们不打开 那些识别也会从棺材里面自己涌出来 仅仅是机关山的入口就这么的凶险 里面的情况那是可想而知啊 我建议你们都还是不要进入了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和姓名相比 根本就不值一提啊 村头男子一边给长发男子包着纱布 一边唏嘘地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